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我们来看由阿儒所写的《三舍三世枕上书》 《番外凡间卷》 6 饶式其顿如小九 也感觉出了太子殿下对自己的不一般 这日小九同太子一道用了晚膳后 回到屋内 他拿出铃铛 对着先文后道 我后 您曾经陪在太子殿下身边的时候 可有察觉过 太子殿下可能 嗯 喜欢的是哪人 文言 铃铛里的先文后原本想假装自己不在 不准备搭枪 但转念一想 自己不仅有求于小九 自家仁儿又对小九有着执着 这仁儿很大可能将会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所以思虑再三 他斟酌着此句 试探着问道 小九何出此言 小九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多想 只是这些时日同太子殿下相处 殿下确实带小九结好 可是小九也不是傻的 这个好 已经超出了寻常朋友间的界限 更默论小九同殿下乃君臣关系 这伪时也有几分越见 小九越琢磨 心疼的怀疑欲慎 虽然同先文后一道讨论这个问题 着实有些奇怪 但他也寻不到旁人去说 只能求助于先文后 你当然没有多想 先文后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每天夜里当小九睡着 仍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摸过来做的那些事 先文后可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仁儿好不好男色 他不知晓 他喜欢小九 却是清真外雀 虽然先文后也不知为何 在小九女扮男装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被仁儿识破 只是仁儿每日都在小九的骆驼乳下 安神散这件事 先文后却觉得始终不是个长久之计 小九可以再观察观察 仁儿待人一向宽厚 义清廷你听说过吗 之前仁儿同义清廷在外征战 两人也如同兄弟手足一般 只要是仁儿认定的人啊 他就一定会掏心掏肺带那人好 先文后为了自家王二 也是绞尖了脑汁 一方面不想让小九心声警惕 急而抗拒 另一方面也不想小九误会 仁儿喜欢男人 为自家儿子的情路在天坎坷 太子殿下同夜将军 也是如此吗 不知怎么 一想到太子殿下对他人也是如此 虚寒问暖 处处妥贴 小九心底竟生出几分不痛快来 未但两人继续交谈下去 每晚如约的敲门声响起 小九起身打开门 是端着骆驼乳的太子殿下 风才小九是在同人说话吗 苏学人四下张望了一圈 并未瞧见他人 哦 没有 风才小九翻了翻话本子 情节有趣 就没忍住自己对了几句词 让殿下笑话了 哦 无妨 你既如此喜欢画本子 不如明日里 我带你去王城最大的戏楼 听说他们最近来了一个新的戏班子 想不想去凑个热闹 苏学人还就不信了 戏班子的戏 还能比不上那崇安国公主的信口开河 虽然他这兔吃得莫名其妙 但苏学人还就暗暗记上 并且叫上了劲 好好 小九想去 师兄给自己的来了这王城的消息 在王宫的小九 这两日正琢磨着 该用什么样的理由出宫一趟 这样正好 就不用他费尽心思 并借口了 那把这些喝完 早些休息吧 同往日一样 宋学人笑着 将手中的东西递了过去 小九神色复杂地 看着太子手上的汤中 其实也是他后知后觉 洛土乳这般珍贵的东西 他竟然心安理得的日日享用 若不是今日听到 大内官和身边的内侍交代 他都不晓得自己 居然这般一举 为了不让自己被太过特殊对待 小九决定待会儿给退去御膳房 怎么不喝 见小九不如往日一般 痛饮畅快 宋学人挑眉 不然先搁着吧 小九想先沐浴 等睡前再用便好 宋学人点头 他仔细观察了小九的神色 在确定他并没有发现什么端腻时 这才放下汤中离开 为了不让小九紧疑 今夜怕是不能再过来 与家人同眠了 想到此宋学人的眼神暗了暗 看来他要找个恰当的时机 让小九恢复女儿身 而后光明正大 留在他的身边 沐浴 小九躺在床上 不同于往日的瞻瞻急睡 他辗转了许久 就连铃铛里的先王后都感知到 忍不住出了声 怎么了 睡不着 嗯 小九点了点头 雨大疑惑 今晚不知怎么回事 总是睡不着 先王后觉得自己 开了个不好机的话筒 少了暗神伞 自然会入眠困难 小九一连吃了七八日的暗神伞 今日突然停药 能睡着才怪 睡不着 那便起来修炼吧 小九坐起身 目光落在透过小窗 落在床榻前的月光上 他想了想 拿出手中的铃铛 而后起身盘腿 在月光中坐下 调整了自己的土纳 沐浴在月光中 现王后吸收至月亮的精华 也是通体舒畅 他幻化出人形蹲在小九的面前 抬手 虚空的手指轻轻触碰到小九 眼底满是慈爱 一夜未眠的小九没想到 昨夜里睡得不好 除了自己 还有面前的太子殿下 两人在马车里相对而坐 小九看向正在打第三个哈欠的宋玄仁 喊笑问道 太子殿下可是昨夜没睡好 可不嘛 宋玄仁点点头 连着好几日都怀佣家人一荡入眠 昨夜怀抱里空落落的 自然睡不踏实 可是他看着小九 却发现他也眼下清黑 一副没有休息好的模样 于是关切道 小九可是也没睡好 嗯 许睡前些日子睡得太好 昨夜有些失眠 不过好在自己从小跟在师父身边修行 即便一夜未眠 也精神头不错 两人凑在一处 就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闲谈之间 时间过得飞快 等到反应过来 马车已经在王城前最大的戏楼潜艇下 小九和宋玄仁一前一后进了戏楼 余光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让小九蹲住了脚步 怎么了 见小九愣在原地 宋玄仁出声问道 哦 没什么 太子殿下 我们上楼吧 对着赵子墨的方向勾勒勾成脚 小九掩去眼底的笑意 打定主意 准备待会儿溜出来和师兄会合 赵子墨坐在楼梯的转角处 见小九看过来 举了举手中的茶杯 点头微笑示意 师兄 你如何知道我会在这里 以尿断为借口 小九在好戏上瘾的中途溜了出来 静止跑到楼下 在赵子墨的面前 小九仿佛又回到了无量山 变回那个爱撒娇的小师妹 我等了你好些日子 还想着若是你还是出不来 我定想个法子进宫去寻你 抬手在小九的额迹敲了敲 赵子墨语带宠溺 他握着小九的肩膀将自家小师妹 从头到脚好好打量的一番 我出来前 师父和师姐千叮您万嘱咐 让我好生照看你 我寻思着师父之前在你身上 设下的障眼法 也快失了时效 这不赶紧带了些药水过来 行走江湖 还是哪儿人生更妥当些 嗯 师兄 你来得正好 握着为天的凤雨 每日都要用两次水分才能遮住 还有之前师姐给我准备的果布 现在天气炎热 今日里小九也觉得勒紧 有些穿不住了 对着赵子墨 小九的娇气还有依赖彰显无遗 他撅着嘴是委屈巴巴的语气 我们小九还在长身体 这月余不见倒是又长高了些 这不新的果衣我也给你带来了 在小九面前 赵子墨一向是万能的 不仅依依满足小九的需要 更是妥贴地将小九没想到的 也打点了仔细 这次过来 我会在成余过单上一段时间 暗中协助你完成任务 为了行事方便 这戏楼我已经买了下来 以后可以作为你我碰头的据点 其实赵子墨是师父 十万火急赵回来的 师父没有多说 只说小九这一趟会有危险 作为兄长 赵子墨自然责无旁贷 立刻出现 只是他也来了几日 据他日夜观察天象推算演练 并未瞧出有啥大的动荡 而就他的经验来看 他们的师父 那位受人敬仰的无量先尊 其实是惯常小题大做和不靠谱 只是事关小九 哪怕是被匡骗白跑一趟 赵子墨也认了 谁让是自家小师妹呢 故此他以协助为由 留在小九身边静观其变 并不打算说太多 给第一次下山执行任务的小九 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反正横竖有他在就是了 哎呀 太子殿下好像出来找我了 我得回去了 这些东西先在你这儿放着 我找个合适的时机来取 师兄 我们回聊 透过赵子墨的肩膀 小九看到前来找人的宋玄人 缩了缩脖子 拉着自家师兄躲在屏风后面 只拿了装着钥匙的白瓷瓶 揣到袖子里 我走了 小九从另一头悄悄让了上去 在位子上坐下 戏台上的花旦倡议正憨 水袖起落间 唱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台下人走过 不见旧颜色 台上人唱着心碎离别歌 宋玄人回来的时候 便听见小九重复着 台上戏子方才哼唱的词句 他挑眉问道 怎么了 可是这歌词勾起了你的回忆 沉浸在台上 因为战争带来的生离死别 小九显然没有留意 宋玄人打量和深究的身色 他目光悠远 显然是陷入了回忆里 那位同他交好将军 曾经就和他说过自己在战火纷飞之际 和敌国戏作之间缠绵翡测的一段往事 有唏嘘 更多的却是无奈和后悔 小九记得自己当时看着将军 那个仰着头 眼底却饮满泪光的蒸蒸铁骨 他问他 若是重来一次 他可会重新选择 给他们一个好的结局 而那铁骨的汉子 只是悠悠叹了口气 并未言语 想起了一位过人的往事 他遇到的事情 同这戏台上演着的差不多 小九扯着嘴角 目光落在对之而立的戏子身上 眼底透着心疼 若是您遇到这般近况 会如何选择 顺着小九的目光看去 宋玄人转头 看着面前被勾起情绪的人儿 抿了口茶水 斩钉集体道 即便他骗了我 我还是会选择相信 只要他愿意 我们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 看着小九的侧眼 宋玄人的眼底透着笃定 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次 他带小九的心从来都不变 他感激上仓给了他再来一次的机会 让他还有时间去修正他们曾经的遗憾 即便那些痛彻心扉的过往 午夜梦回时时常纠缠 但是他从不后悔 他爱她 是如何都不会改变的 宋玄人的话让小九有几分惊诧 他转头对上宋玄人认真的双眸 心底里会生出一股木迷的感动 对这位生在帝王之家 却仍有一颗赤诚之心的皇子 多了几分自己还未察觉的心动 下次我们找些欢快的戏看看 今日这个 着色几分沉重了 坚硬如宋玄人 一时被悲动的结局惹出了几分色语 再看看同样奄奄的小九 他觉得以后不能带小九 看这般影响心情的戏份 我倒是觉得他们演得挺好 代入感太强了 真正让人透不过气 像是在台上同他们一道经历的一般 小九也十分感慨 明知道都是假的 但还是忍不住被牵动紧去 好了 我们去吃顿好的 然后回宫 等过两天 我再带你出来玩 好 两人回到宫中时 天色见二 等着焦急的大内官 听到太子殿下回宫的消息 当即双目放光 他激动的小跑着迎过去 边跑边喊着 太子殿下 您可回来了 急死老奴了 你慢些跑 要是摔着了该怎么办 宋玄人板着脸 与其严肃但不乏关切 太子殿下 老奴这不是有好事要分享给殿下 等不及了 哦 宋玄人和小九对视一眼 显然有几分不幸 你说来听听 早些时候啊 王居和王后来过 给殿下您送了些名字 说是给你选妃用的 您来看看 选妃 宋玄人挑眉 从她重生归来 父王母后便至凌云 想要给她身边三人 但是她心底里有了最好的 其余的自然都入不得眼 线下竟是又卷土重来 要给她选太子妃了 有些理亏的朝小九看了一眼 宋玄人也不知为何 自己居然有几分心虚 见小九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映然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这让她又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她扯着小九的手臂 与其声音道 既然如此 小九你就同我一道看看吧 这一章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